南東花生線沾水後放到篩子上 來回滾動果粉重複七八次 這是元宵的傳統做法 這裡目測差不多七八十顆差不多 差不多跟花椒一樣大 跟一般手內湯圓不一樣 元宵更有咬勁 十米花生一半 上門人潮沒聽過 元宵全擺在店門口 店員忙著備料 但仔細看 價目表上數字圖改過 因為原物料價格上漲 去年已經Hold不住漲了十塊錢 覺得還好 一年吃一吃 最久漲其實也漲了一點點的關係 對 還好 漲幅消費者還能接受 但店家坦言 芝麻和花生已經漲百分之三十 其他材料加上人事費用 成本至少多一成 元宵是去年就已經開始漲 漲很多了 因為我們去年有漲過一波 所以近可能都不會再漲 鹹瘦了嗎 另一家市場裡的五十多年老店 鮮肉湯圓是招牌 湯圓加進豬肝湯裡 連日本遊客都來嘗鮮 不少人先內用填飽肚子 在外帶幾何回家過元宵 但豬肉價格半年內美金漲五元 糯米美金也漲兩塊錢 平均下來湯圓店一個月成本 多了將近一萬元 倒油也漲啊 什麼都漲啊 對嘛 我要怎麼漲 人家要怎麼承受得了 老子阿湯圓店咬牙苦撐 不敢漲價 怕嚇跑客人 但還是有店家漲十塊 平均漲幅百分之十 任著漲價民眾只能接受 因為一年一次的元宵佳節 應景的元宵湯圓還是得吃 記得前線電話 軍委台北報導